是怎样练成的实力 小姑娘客串金句老代 在那经济匮乏的年代 张力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又继续购买了一部红旗台半导体收音机 这不仅是他们家庭的最大坎坷 更是张力音乐之旅的起点 张力从小就对音乐充满了热情 自从有了这部收音机 他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歌曲和样摆戏的唱感 他的天赋和勤奋让他能够模仿金句老代的唱腔 闭上眼睛听 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代在演唱 睁开眼睛 却发现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在唱 张力的学习不仅限于刻意时间 他甚至在厨房拉风箱做饭时 也在听收音机 他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 在学校和社区的演出中 他成了明星 赢得了同学 老师和居民们的赞赏 十二岁那年 张力参加了神曲艺团的选拔 他选择了金句 龙江送中的老蛋叛水妈一曲 他的表演震撼了亭伟 在成千上万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成功讨入神奇一团 天赋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和勉力 张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 并未知不懈勉力 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 取得非凡的成就 张力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对所有怀揣梦想的人的激励 为张力的精神喝彩 也为每一个追梦人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